他就是被爆出 趁着午休时间在幼儿园 亲吻碰触四岁女童的 南部22岁英文老师 我们对于家长很抱歉 像受害家长道歉 过程全都录 立板院通过儿少法修法 狼师除了要重罚 还要列入黑名单 拖婴中心监视器画面 保姆走过来抓着女童撞墙 女童不知倒地 看在爸妈眼中超心疼 在新修订的儿少法中 通过狼师二保姆条款 除了规范拖婴中心 应该建置监视器设备 更应该针对狼师二保姆 建立不适任人员系统 如果社工怀疑有虐童情势 遭聚访查时 可以请求警察强制进入 另外还要建立六岁以下 儿童死因回溯分析 并且定期公布分析结果 而高风险至六岁以下 儿童给予特别保护 凡是未办理出生 登记预防接种 或其他不利处境 应该视为高风险 高通报范围 儿童及少年福利 与权益保障法条文 修正通过 法条中更明定 吹哨者条款 保护通报人 且主管机关应该要 横着予以奖励 而虐童者可以处 最高60万罚还 全台虐童事件 从今年新北永和发生后 到台南甚至桃源接连爆发 甚至无辜小生命逝去 但是虐童致死者 是否死刑 朝野人媒共事 立法院修法保护这些孩子 重罚贺阻恶保姆 监护人甚至狼尸 三十七五派计划成豪台北 参考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